花莲县代理县长蔡比仲早批就职前在嘉义出席选举场合为人站台,蔡澄清,当时她已辞去法务部政务次长职务,尚未到花莲赴任,并无公职在身,也没有致辞,就是以一个在嘉义职业的律师身份,单纯去看看老朋友而已。 蔡比仲昨天就职时一再强调要行政中立,依法行政,不过寻求连任的嘉义县武当级议员何子凡,16日在脸书贴文,法务部政务次长职司年底全国选举察会工作,就算隔天兼职代理花莲县长,司法系统首长却公开帮候选人站台造势,做了最糟糕的示范,身为法律人,实在无法令人接受。 蔡比仲今天澄清,她在15日已辞去法务部政务次长职务,17日接任花莲代理县长,因此16日并没有公职在身,只是一名在嘉义职业的律师,出席成立会只是看看老朋友,也没有致辞,并未违反行政中立。 法务部前任政务次长蔡比仲,17日接任花莲代理县长,屠花莲县政府提供。分享。 法务部前任政务次长蔡比仲,又,17日接任花莲代理县长,屠花莲县政府提供。分享。